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次我们又再回访围于航空新城这边一个豪杂盘 就是金月湾 海月湾这一边 但是由于高层的单位之前我们都度访过很多次了 任何的面积段都拍过了 所以今次我们会再度介绍这一边的碟碎产品的 整条影片你可以当作分了两段 第一段就是我们用一个比较上特别的方式的航拍画面 告诉你在最外面那一排的碟碎 看出去对岸的九州布里天和尼至哥尔夫球场那边 到底景观药莫是怎样的 当然首排的碟碎 看回海景那边也是可以欣赏到海景的 不过由于它不够高 所以实际上看出去的感觉是怎样的呢 我们将会交给航拍机的镜头带大家去看清楚 那可能你会问 为什么这么麻烦呢 你走进去的单位里面 在窗上看出去就已经知道实际的景观是怎样的 没错如果可以进到单位的确是可以的 不过问题就是现时所有的碟碎产品 包括之前曾经参观过的示范单位也好 又或者是工地状态的在售的一些碟碎都好 基本上现时都不允许你再进去参观 所以我们只能够用这个方法 帮回我们真的想买这一类单位的厚 去了解实况 你可能会问 那你今次这条影片就是只有航拍 没有单位里面看没什么意思 大家又不用太担心 第一我们会找回现场的销售 先讲解碟碎的整个细节的部分 然后我们会找回上年我们 Roman 进入到去现场参观的时候的画面 因为其实单位的内容都是一样的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就交给Panda 和我们的摄影师的航拍机 带大家用肉眼 用第一身的感觉去看一看景观各方面 如果还没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现在订阅一下 按旁边的小铃铛 那就不会错过这影片了 另外也可以上我们Facebook 给个like我们 那就可以在Facebook里面看到我们的最新资讯了 Hello 那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 彭帅金月湾 二旗海月湾的这个碟碎产品 对出来的这个湿地河公园这里 那因为有这个客人 就是有意向我们的这个碟碎产品 所以我们就是特意 过来这边拍一段航拍 就是从这个碟碎这边 看出来的这个景观 就是用航拍去拍的 那摄影师就在这里拍 希望大家会喜欢 正如刚才Panda所说 我们这次摄影师去拍这条航拍 和以往会很不同的 因为主要的目的 是给有意去购买一些碟碎的客户 去了解真真正正 由那个楼层的高度 看出来的景观大概会是怎样 在这里先跟大家讲讲 大家看到最外这一排碟碎对出 是有一条车路 不过由于碟碎 它有一个座高了的部分 就是现在画面大家所看到的这一部分 所以基本上就算是下层的碟碎也好 也不会看着车等等的一个感觉 看出去也会是前方的这个公园 然后就是河道 如果稍微高一点 就已经能够看到高尔夫球场 以及东南方的海景 当然若然你是期望望得宽阔一点 再多看高尔夫球场 以及海景的话 就要买稍为再高层一点的碟碎位置 不过坦白说买得碟碎 甚至乎是想买下碟的客人 也都未必一定最关心的景观有多开阔有多美 因为如果关心景观的话 其实应该就是买三栋的楼王 买高层 你看出去整个高尔夫球场 以及海景一望无际 考虑别墅的客人 多数都会顾及买 它的花圆面积够不够大等等 特别是选择下碟的客户 而另外一个碟碎吸引之处 它足够有三层半的空间 因为地库的部分都很大面积 无论如何都好 这一条的专门的航拍影片 本身是为我们的买家专门去拍摄的 不过有这么好的机会 和有这么独特的拍摄方法 我们当然也供诸给其他对航生城有意向的客户 让大家可以看清楚这里每一个部分 每一个细节 和碟碎真正正正的感觉到底是怎样 接下来的时间 大家可以跟着航拍机去看清楚 各个景观的部分 然后就会进入我们影片的下半部 也就是会由现场的人员讲解完之后 最后我们会给大家看之前 Norman过去参观这些碟碎内部的时候的画面 也就是上年可以过来拍摄和参观的时候的示范单位 但注意上年的价钱和现在比 现在是有升了的 大家也可以听我们当时 Norman的讲解的时候 知道大概是升值了多少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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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我们下期再见 明天 我 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碟碎的示範單位錄了 首先我們可以看看整個外觀 雖然我們碟碎是無批交流 但整個外觀都是一致的 可以看看整個的風格 都是比較簡約和現代化的設計 我想問一下現在我們碟碎 還有剩下多少貨 其實金月灣這邊大部份的壽程都已經過了三分二 我們可能比較多的貨量都是我們海月灣 即是意旗那邊的 金月灣這邊現在在售這些 都知道就是望少區來源為主 我們海月灣有兩座的位置 八座和九座的位置會比較漂亮 因為在前排一線河景 以及可以看到一線海景的位置 OK 現在的話就是 剩下的貨量也不多 不多 現在這個售價是多少呢 我們金月灣這邊 因為水月是望來源為主 中碟的價錢大概是 四百三到四百五十萬左右 如果是上碟的話 大概是四百八到五百萬左右 如果是下碟的話 就是七百萬左右 那這邊是金月灣的情況 OK 那海月灣那邊的貨量 現在有什麼情況呢 海月灣現在我們推售了一座出來 就是九座的位置 是前排望一線河景 那那個售價呢 就會稍微高一點點 中碟大概是五百萬左右 上碟大概是五百八十萬 那下碟大約是七百六十萬 OK OK 謝謝 了解了這些碟碎的詳細內容的細節部分之後 我們現在就看回之前Roman 進去示範單位參觀的畫面 讓大家可以知道 它裡面的間隔到底是怎樣的 好 那來到這個洋房 洋房剛才說到它是六層樓高的 那全部都是一加二 或者是三樓四樓 又或者是五樓六樓 這種形式的設計 那現在我就一於進去看看 好 先看一個下跌一樓二樓 其實這裡是帶電梯的 那我們就進去這間屋裡面 這間屋裡面 一進去你就會看到一個私家電梯的位置 就是私家電梯的位置 那除了有一個私家電梯之後 那也有一個 算是老人房 是不是 始終是一樓 我們現在 由於在參觀的時候 現場還有一些裝修工程在做 所以經常會聽到一些異議聲 那我們盡量把Roman沒有說話的時候 的部分就拆走了 那除了一樓之外 外面還有一個小花園 小花園的空間給大家 擁有小花園的碟碎 就只有下碟會有 而且下碟本身都是贈送面積最多 雖然你計算單價最貴 大概四萬頭 其他中碟和上碟都是三萬頭 不過我們基本上 遇到一些買家 都會鍾情於有花園仔的碟碎產品 所以這個下碟就會滿足到他們 在這裏都說明先 由於買的就是無披價 所以它的裝修 包括洗手間這些 是有這麼漂亮 做到這麼漂亮 這個也是理解的 之前我都說過 大家可以看到一樓的洗手間 空間也是十足的 遇到阿Law說話的時候 有裝修聲 我們就拆不手段雜音 這個沒辦法 好 那我們出回客飯廳位置 哇 好漂亮 一個大橫廳設計 阿Law哥最喜歡這些大橫廳 另外這裡設計了一個 Open Kitchen Open Kitchen 這個空間也不錯 再用另一個角度 給大家環回看完這個橫廳 其實我個人也相當喜歡 空間感夠大 在這裏坐下休息一下 等等 真的夠舒適 首先 這裏雖然是廚房 大家可能會覺得 如果是大精裝收賣的話 相對來說就會好些 但這裏始終都是洋房設計 這裏的膠樓標準是一個毛皮膠庫 但大家可以看到它 如果你這樣設計的話 做出來的效果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雙門雪櫃 我自己就插一句 這個雙門雪櫃看起來 是把兩個相同的雪櫃 將它變成左右兩邊門 這樣放在一起 不知道你又怎麼看呢 那這裏也都放到那個熱水爐 對不對 跟著就雪櫃位 跟著就飯廳 拍廳 拍廳 好 我們去下一碟看一看 如果有看過Law哥介紹的複色產品 又或是跟開我看別墅樓的朋友 亦都知道Law哥專門喜歡看好東西 這裏就附一層 除了會暗一點之外 這個地庫基本上空間感沒什麼挑剔 而且注意它也有自然光的採光位 其實算是這樣的 附一層就有天井位 我個人蠻喜歡這個地庫的位置 空間感夠好用 拿來做一些家庭娛樂室等等 約朋友回來玩派對的遊戲等等 非常好的空間 可能很多人會問 為何這次Law哥這麼少說話 因為其實買到這些洋房設計的時候 小說話多觀察是重點 有時候我們去看樓盤的時候 不在於旁觀者 例如我自己 如何去講解樓盤 如何去介紹它好 不好 這些情況出現 反而是想讓大家 去實地 去感受一下 它的精華地方 在哪裏 因此 讓大家 用不同的角度 去看看 這個單位 有什麼賣點更好 對不對 去到負一樓 也有個電梯位 剛才說到 有時候看到 Norman說一說不說 是因為裝修聲太吵 在這裡我幫Norman補充 那個電梯就真的是一個私家電梯 是屬於下碟水的私人電梯 在這個位置做了一個日式的下棋 不過我個人就不會這麼做 太浪費了 應該用來做其他東西 另外一間房 這裡也有個洗手間 先看看 這間洗手間位置小了一點 再用環繪的形式 給大家看真點 這間房 在這裡縮盤棋 是不是很棒呢 很日式風格 如果這個空間 照樣是這樣擺 不過就是用來打麻雀 不知道家裡的女主人們 約朋友回來 這樣灑落一下 會不會開心一點呢 無論是五子棋 圍棋 或是黑白棋 我又沒見過四個人一起玩 這方面不知道它是什麼球場 總體來說 這個負一層的空間 真的相當大 看到人非常之滿足 好 看完負一層 再落負二層去研究一下 這裡也有個洗手間 現在我正在落負二層的空間 我只看一看負一和負二層的層高 相信也有6米高 這樣來到負二層 又有什麼看法呢 我想這裡應該是車庫出入口位 這裡有一個百負二層的空間 這裡是一個儲物的空間 不知是否一位車庫的出入口位 由負二臣便可以坐電梯進入一個停車場的出口位 我們先上去 我們先去看看 這裏是屬於夏碟的私家花園 如果是你買邊壺 買正在邊位的夏碟 享受到的花園空間感 等等就會比較舒適 下碟的二樓 下碟的二樓部分 先看看主人房 主人房的空間 這個樓板需要後期 業主自己加建 這個洗手間 好大 這裏給大家是 浮浴間 超大 其實看到下碟的第二層 我個人覺得整個下碟就像一個別墅 只不過在你的二樓的頂部 就還有其他的單位 因為它其實二樓的空間 也都是相當充足 而計算地庫等等 其實這些格局 基本上和這個別墅 我個人看法就沒有什麼分別 看不到有什麼好大的分別 所以你真的可以當它是一個別墅 去買入 只不過都是那句 你樓上會有另一壺 最後再給大家看真點 這個主人房的空間感 然後這裏另外有一間客房 這間可能比兒童住就比較舒服 OK 兒童的房 最後就是洗手間位 其實你可以留意 它連企光的這一種洗手間的設計款式 都十分之相似 看完下碟 我們去看下款的回形 就是終碟 最後也當然會看上碟 好 現在就是終碟 三樓上四樓 我先說一下價錢 中碟和上碟 價錢是比下碟要便宜的 大概三萬和三萬頭了一平方米 聽發展商職員說法 三上四樓 這裡有兩個主套空間 我們先看看第一個 有一個衣帽間 左邊有一個衣帽間 其實這個衣帽間也很大 它製造了一個牆 玻璃 還有這裏的主人的洗手間位 也是超大 這裏就是所謂的7米7的環面設計 7米7 它製造了一個書房 還有一個電視機板 背景板 還有一個主禍室的床 在這個終碟單位的上層 大家可以看到 在主人房看出去的景觀 7米7的大玻璃設計 這裏的主人房看出去的 完美 完美 我現在要用這裏的主人房看出去 我們在我身上都可以把這裏的外面 從這裏的是因為不一樣的 把這裏的主人房看出去 他要用這裏的主人房看出去 好幾個 讓其他樓層擋得很棒 總之可以在一些納磯內看外面的遠景 基本上也算是在某程度上享受到一個開陽景觀 當然前提是在前面沒有其他樓層擋住 好 看完主人房之後 我們不如看看另一間客房 另一間客房就在右邊 樓梯位向右走 一進來就是一個洗手間的佈局 這些洗手間佈局我自己覺得都是一式一樣的 其實有時候介紹洗手間 就看它的面積 有沒有窗口位 還有三個地方 洗手盆座馬桶 還有臨浴間 能否回到大家的臨浴間 好 接著就是另一間客房 這間客房可以作為兒童房 笑公主的衣服 不過這個兒童房的衣櫃 就看完大家了 那我們進去吧 這裏是三上四的房間 左手邊有一個鞋櫃 鞋櫃預留位置 另外亦有預留一個電梯位給大家 這個電梯位是附二層的空間 這裏有一個7米的橫廳護形 如果熟悉小弟的話 小弟只有兩個喜愛 不介意分享給大家 一個是這款橫廳 另一個小弟喜歡是陽房 就是複色 小弟最喜歡的是這款大橫廳的設計 其實近這十年八年 香港的一些望到美景的新樓或者豪宅 都喜歡用這種橫廳的 因為採光變得最美 如果你望正海 整個客廳的感覺都非常舒服 例如會曬天曬等等 都很多這種間隔 這裏做了一個 open kitchen 以我的理解 應該是想客廳裡面的光 都可以進去廚房的位置 所以就做了一個開放式的設計 在這裏我們再還回 看多一次這個長身客廳 以及這個這麼闊的採光面的整體感覺 外面也有一個非常大的露台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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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這裏三四樓也有一個大陽台設計 這裏三樓也有一個大陽台設計 這裏應該是老人房 看老人房我自己只是看兩樣東西 第一是看有沒有窗台位置 第二是看間隔是否正確的 有時候不需要再挑選太多問題 這裏是公共的樓梯位置 一個算是私家電梯的設計 左邊是另一間屋 右邊是五六樓的上墊 空間 一進來就有一個儲物空間 有一個鞋櫃 這個鞋櫃是另一種設計風格 鞋櫃也有一個窗口 證明這間是一個單邊位置 在這裏你可以看看 上墊也就是五樓 看出去的景觀 遠處那裏就是九州保里天和 也就是說你可以看到 一些哥爾夫球場 以及哥爾夫球場的別墅 其實彭帥金月灣的陽房 我自己最喜歡的地方 就是全部一六 是這隻橫廳式的設計 橫廳式設計 就是香港人看大家 自己喜歡不喜歡 小弟的橫廳設計 是小弟的最愛 這也是Open Kitchen 是放棄的地方 這裏就是一間洗手間 公共洗手間空間 另外就是 另外就是 上去的樓梯位 另外這裏也有一間老人房 避免一些父母走到樓梯上去的朋友 了解完五樓之後 我們上去六樓這邊看看 上去二樓之後 一進來 又是一樣 右手邊也是一間房 還有一間書房 然後這裏也有洗手間位置 還有一間書房 最後就是看主禍室 主禍主禍 主禍主禍 一個臨浴間 然後 然後在這裏浸浴 現在大家看到的景觀 就是上碟六樓的位置 可以看出九州寶里天和 那邊的哥爾夫球場的一個景致 當然也可以看到一部分的 濕地公園等等 但是也要提提大家 這個地塊的再前方些少 還有一個中海的項目 都會有些 碟碎小高層等等的產品 會起出來的 所以如果買這個景觀 就要注意這件事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BBQ 上碟的六樓部分 介紹就到這裏了 接下來 我們的畫面 會繼續用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拍攝方法 會看多些六樓的不同角落 大家可以聽著音樂 慢慢欣賞這套的護形 都會 Below 住門 需要和 tässä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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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出來之後就跟著我們走 這裡就是寫字路路口 我們就是2304 23樓出來,左手邊 就可以見到我們自家兄弟的門店 銅鑼灣廣場二旗是有自設的車庫 大家若然開車的話,來到洛克島就可以找到停車場入口 當然除了銅鑼灣店之外 如果你覺得方便到你的旺角店這一邊 地鐵站出來也是相當快就可以過到胡舍新巷這一棟大廈 在8樓出了升降機後 802和8037就是我們自家兄弟的旺角總店 自家兄弟這條頻道和團隊 一直以來都是你大灣區的道路上提供最全面最貼心的服務 除此之外,我們也會為你分析各個戶型的優缺點 風險因素 無論是購買前的資訊和分析 以及購買後的回款、簽約等等 我們都可以承諾全程跟進 以及將來的收留 及協助辦理各項證件、文件等等 確保給你最貼心的售後服務和跟進 成為你置業道路上的得力助手 現時我們在港島的銅鑼灣以及九龍的旺角 都有兩間實體的木店 歡迎你隨時上來查詢各項大灣區置業的資訊 我們期望為每一位觀眾客戶 曾得最理想的安樂窩 以至是投資物業 熱切期待你的到訪 以及資訊任何關於灣區置業的問題 如果還未訂閱我們自家兄弟頻道 可以現在訂閱和按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的影片 下條影片見 拜拜